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她的台一线造势活动 中午在俄兰比灯塔前适时出发 在这里蔡英文特别隐喻说 台湾就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灯塔指引方向 而藉由台一线一连十一天的活动 她要唤起人民的热情 而今天下午她还造访了故乡丰岗村 许多乡亲促勇着蔡英文高喊冻算 台一线造势活动揭开序幕 原住民跳勇士舞 欢迎民进党正副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与苏家全到来 遵循原住民的仪式 英家沛颁开代表障碍的石头 接着到俄罗比灯塔前试试 我们现在站在这里 算是我们的国境之难 我小时候的记忆 也是我最深刻的记忆 就是我常常跟我们爸爸在这里坐在这里看海 这个是一个台湾最重要的灯塔 在这个三面海洋交汇的地方 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安心 在黑暗之中 在狂风之中 给我们一个指示 给我们一个方向的灯塔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台湾所需要的灯塔 从回忆到比喻 蔡英文要借着台一线活动 走遍十七线市 唤起人民热情 台湾第一名所措 出发 小英巴士车队浩浩荡荡出发 一天连赶八个行程 当人没漏掉故乡封港村 蔡英文还亲自看了 当时宣布参选后 所种下的封港市 乡民的簇涌下动算声不断 不是我们香港海市 我们直接让我们最大最大的支持 我们的香港可以开最大的庙 这样好不好 由于行程紧凑 没办法进老家做作 但亲友们并不以为意 我们的亲家兵很多都要来加油 真的很好啊 我们看到故乡的人就是 你们不觉得这个封港人看起来 都有一种特别的样子吗 故乡给的温暖 让蔡英文的台线活动更甜动力 谢谢大家